你就说他俩巧合吧 同一天穿上入秋的薄衣 不懂就要问 问多位也是告诉你 就是巧合玄学呗 哥哥这颗按待不住的心呀 是想妹妹了吧 卡点一切二百三十文案走走停停 这怎么让人想起了哥哥 在出过那几日的文案 也是走走停停 说多了 就是俩小事在谈恋爱 还有哥哥想见太阳 这不也对上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哥哥那颗按耐不住想妹妹的心啊 妹妹最近美照频出 加上和另外的CP势头越来越懵了 是的 哥哥急了 他急了 恨不得把妹妹拴在身边 为什么这么说呢 咱们来看哥哥最新的物料 处处不提你可处处都带你 看到眉腰间多了两条紫色 甚至颜色搭配在这里很突兀 但是学美术的哥哥 就是想让大家看到 都这么明显了 还拴在裤腰上 旗舰店里的照片上是没有紫色的 所以那就是故意为之的紫色 妹妹也提着兔子灯笼 也巧了拜 我们下期再见 此内上的综艺 下意识小动作就能看出跟战哥的关系 这个望远镜手势 已经在多个场合看到了 战哥也喜欢用这个动作看远方 互相吸引的人 就连下意识小动作都如此契合 不仅如此 当面对何老师的提问时 姊妹也是脱口而出 就是喜欢吃火锅 甚至一天三顿都没问题 身为重庆人的战哥 也是毫不犹豫的选择了火锅 两人的各种行为 已经不能用巧合来解释了 有趣的灵魂是互相吸引 互相为对方改变的 这也难怪余生已经播出这么久了 还有人守护在原地 一些眼神和动作是骗不了人的 提到对方的时候 也是罕见的心情愉悦 我们似乎没在其他剧组看到 随便一个笑话 就能把战哥逗笑在地上 不仅如此 只有面对姊妹时 战哥才会有这样温柔 而又甜蜜的凝视 面对其他人 都是从容而又克制 虽然我们不清楚 他们俩什么关系 但这样真挚而又美好的情谊 却能打动人心 就是说到现在还有粉丝留在原地 不仅显示肖战阳子本人对对方的态度 身边工作人员的反应才最真实 被我们盘包僵了的余生拍摄花絮 没想到还漏掉了不少细节 姊妹调侃战哥助理这里 真的就像是在说工作证上的照片 怎么跟本人差别那么大 助理心虚的拿起来 看了看就翻面了 而战哥的反应就很好磕了 竟然跟着姊妹一起笑了起来 仿佛隔着屏幕都能听到她的声音 而且在片场的时候 只要姊妹有需求 小胖助理就会立马满足 还很贴心的为她指导 真的不需要问一下小老板吗 这也太自然了吧 而且战哥和姊妹在古镇拍吻戏时 小胖助理也一脸姨母笑 就差动手按头了 当然我们不知道肖战养子到底是什么关系 但和战哥合作了这么多的女演员中 战哥只有看到姊妹时 才会有这样的神情 而且处处维护姊妹 有时候还有自己的小心思 摊到姊妹和别人说话 表情瞬间变了 这样单配的两个人 你希望他们早日官宣吗 欢迎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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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